在各种各样的音宗当中 每一档节目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说哪一档综艺的特色最有特点 那我觉得应该是天赐的声音 只要提到天赐的声音这档综艺 大部分人瞬间能想到的 就是声音鉴赏团和歌手之间的互对 一会儿是某某和剑音团枪起来了 一会儿是某某和剑音团互对起来了 真的是好不热闹 不过这个声音鉴赏团里 负责挑刺的一般都是丁泰生 原本以为随着丁泰生的退出 天赐的声音将会变得一片和谐 谁能想到是我太单纯了 第四季的节目才刚刚播出了四期 声音鉴赏团的良缘就已经成功接棒了丁泰生 甚至可以说比丁泰生上热搜的频率还要高 尤其要说的是良缘和小鬼王林凯之间的互对 可以说在节目首期就结下了梁子 在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节目中 虽然并没有看到两人掐起来的场面 但是两人的关系却是非常紧张的 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也就是这样了 不可能缓和 但也不可能再差了 真没想到首期的热度还没有完全退去 这期节目中良缘和小鬼王林凯两人又呛起来了 小鬼王林凯和胡彦斌 唱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之后 全场都是各种夸赞 不过声音鉴赏团的良缘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良缘说这首歌难就难在 你必须十分有阅历 或者说明白什么叫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才能把这个东西表达好 我觉得在刚刚这个组合里 胡彦斌老师唱得非常好 完全把这个感觉表达出来了 但我觉得王林凯唱得相对平了一些 我觉得你很快乐 在你表达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时 你的每一句唱词的那种唱法 完全没有打动到我任何一句 我希望王林凯这个舞台可以回去仔细听听 我觉得你有不少可以提高的地方 对此 小鬼的回答是 耳机没有戴好 没听清 很显然 小鬼这是在表达对良缘点评的不认同 眼看良缘和小鬼要呛起来了 几位音乐人便轮番帮着去打原场 这个咱下面具体说 在大家打完原场之后 这件事本来就过去了 谁承想良缘又表示小鬼的态度不对 他觉得彼此应该坦诚地聊音乐 没想到小鬼直接来了一句 你管得着吗 现场的气氛可以说 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个氛围真的比前三季都要尴尬 良缘说为了音乐他管得着 小鬼说你改变不了我 明白吗 整个场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 连电视机前的我都有点不敢大喘气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件事到底谁是谁非呢 小鬼和良缘再次互对 到底谁对谁错 该 西琳娜一高 胡彦斌的态度一目了然 第一 该 听到良缘的点评之后 该说可能我们不太懂 年轻人的快乐或者不快乐 就像我也不懂我为什么 小时候快乐或者不快乐 他表达的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快乐不快乐 该这番话的主要意思就是 小鬼表达的是他那个年龄的快乐不快乐 是正常的 结果良缘却说 应该从宽泛的标准去评价 因为什么年龄段的听众都有 对于良缘的说法 该表示一部分同意 一部分不同意 小鬼和良缘谁对谁错 从该的话语中 我觉得是小鬼对 第二 西琳娜一高 西琳娜一高说他尊重老师说的 但每个人表达快乐的方式不一样 他听完小鬼这一段 是确确实实能理解到 小鬼表达的不快乐的那个点 因为完全就是西琳表达的方式 最终 西琳娜一高说了一句 在你眼中的他不应该不快乐 但这是2023年 你怎么知道他快不快乐呢 小鬼现在23岁 西琳娜一高24岁 两个人是正儿八经的同龄人 西琳娜一高说自己能听懂小鬼的表达 很显然这就是年轻人的表达 相比之下我觉得西琳娜一高的表达是最真实的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 首先 西琳娜一高是歌手 他专业够硬 不可能听不懂歌 其次 西琳娜一高年龄比较小 资历也比较浅 他不会单纯因为想帮小鬼 而去得罪剑音团的老师 因为这是得不偿失的 很显然 这是西琳娜一高内心最真实的表达 第三 胡彦斌 在气氛尴尬到冰点的时候 胡彦斌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帮小鬼讲两句话 我们不讲音乐 我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 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 我记得一个朋友讲 你不要试图去教育自己的小孩 因为永远都是你不懂他 没有他不懂你 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就跟我们一起唱歌吧 胡彦斌总结得非常好 梁元和小鬼根本就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不管是在聊天还是音乐上都是有代沟的 从胡彦斌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来 他是比较支持小鬼的 大家看一下该 西琳娜一高 胡彦斌三位的说法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小鬼的年轻一代 他有自己的表达 尤其是西琳娜一高的话 很显然年轻人是能感受到 小鬼歌曲中那个表达的 实话实说 你要说小鬼这个态度 确实有点不太谦卑 但他确实也没什么错 作为新生代的歌手 他表达的歌曲情绪是正确的 而且他的听众群体 也完全能够听懂他 那不就是最好的演绎吗 换句话说 胡彦斌的表达良缘 这个年龄层的听懂了 西琳娜一高 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 还真不一定能有共鸣呢 难道不应该是 胡彦斌加小鬼王林凯 两人合作的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吗 要是一个人演绎的话 只能覆盖一个年龄层的听众 两人合作覆盖了所有的年龄层 难道说这不就是合作的意义吗 小鬼和良缘的矛盾 到底谁对谁错 我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一杆称 咱们公平公正地说 你们能听得出小鬼表达的不快乐吗 5月20日 于文文此前参加天赐的声音 片段被提及 于文文在节目中说完话之后 镜头就被切到了导师们的反应 一众人心不在焉的敷衍鼓掌 甚至连看都不看了 节目播出之后 这一片段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大家很好奇 于文文到底说了什么 让导师们挂不住脸了 随即 导师良缘回复了网友的询问 称节目中于文文嘲笑 呆嘴歪 并且 怒平没见过这么没教养的艺人 导师良缘的回应 瞬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随即自己将这一评论删除了 但还是被有心之人截图了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随即 有更多知晓内情的网友 站出来说明情况 据悉 于文文之所以模仿该嘴歪 是因为该先模仿了他弹吉他的表情 事出有因 并不是故意给该不堪 而是想要达到模仿效果 给节目增添看点 还有网友表示于文文当时不满 是因为该模仿自己的时候嘴歪了 而自己并没有这样 这才将话题引到了嘴歪上面 同时 于文文当时的表现被质疑不起当 网友称奇 摇头晃脑学了好几遍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很容易让知晓内情的人感到不满 也难怪梁元慧怒斥于文文没有教养 只不过这件事在节目中就已经有了结局 于文文嘲笑他之后 该当即就解释了 自己嘴歪不是天生的 而是生病留下的后遗症 知晓内情之后的于文文立刻就道歉了 对于该嘴歪的原因 有知情的网友表示 是先天性鼻中隔片曲 不自觉就会嘴歪 控制不住 对于于文文和该在节目中发生的小插曲 部分网友认为于文文太下头了 甚至其之前参加浪解 时候的争议再次被提及 其中于文文曾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不是女人 不做美甲 行为偏男性化 但是被扒出是利人设 美甲照样做 于文文出道这么多年 是有一些争议 但都是小问题 并没有上纲上线的大毛病 这一次嘲笑该嘴歪也是事出有因 同时不知道她生病 可以理解 再加上于文文也当众道歉了 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是导师梁元的回应 指明道姓将两人的事情说出来 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被质疑初心不纯 首先梁元故意回复之后 再次删除就有挑是非的目的 而节目组都没播出这一段 说明误会已经当场解除了 节目组也并不想刻意放大矛盾 为节目增添负面热度 但是梁元却这么说 让于文文难堪 此外 梁元还被爆 近期为了节目热度无所不用其极 先是攻击小鬼 再次引战于文文和该 小心思都被网友看得一清二楚 甚至还有网友直言梁元是绿茶男 总的来说 于文文模仿该之前 不知道她嘴歪是生病引起的 知晓内情之后第一时间就道歉 说明两人已经解除了误会 反倒是梁元在节目过后如此点评于文文 让其置于尴尬境地 大家都是成年人 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楚 何必背后捅刀子 梁元这一次的行为实在是不光明 哪个人 感谢观看